老闆快手组装隔板订单满满接不完 到底什么尺寸的隔板才能有效阻绝病毒 美国研究指出隔板宽度达到91公分 阻绝有效度可以到93% 而高度最低至少要嘴巴以上9公分 以160公分成人来说大约要46公分才够 最高嘴巴以上39公分 实际测量大约是72公分 阻绝有效度就能到达92% 消费者他们是认为高度很高会有压迫感 大部分他只有做到头部以上 他们就认为可以 面对下周一即将开学 不少家长担心孩子在校内用餐 到底隔板是不是最佳规格 其实如果没办法用尺测量 家长也可以用拳头来测量 因为一个拳头高大约超过9公分 可以直接测量隔板是否高出嘴巴以上9公分 实际计算对孩童来说 隔板最佳高度大约是36到62公分 主隔板的大小当然有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飞沫传播的方式 每一次的餐后都一定要有专人 使用者去做清洁的手续 除了隔板尺寸要注意 美国也有专家试验室内空间 提高换气率50% 病毒传播率最高可以下降4成 隔板加通风可降低感染风险 记者杨氏区曹珍人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